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程度的面对我们现在 我们的环境危机 以及我们人类对未来的 某种程度的焦虑 但是有一个重点 你会发现那里面 仍然有一种乐观 有一种幽默感 有一种创造性 去处理我们的未来 那这个展览 其实我们重新检视 人如何的在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制造呢 是有非常高的意识性 去觉醒的态度 去检验我们人类的动作 所以在这个暑期大展里面 制造的议题会成为一个重点 也可以让很多的市民 来去思考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人类对于这个世界 介入的动作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展览是制造意义 然后其实我们是 针对后石油时代之前的 一个当下的现状 然后邀请十八组艺术家 去做一个展览的呈现 那这些艺术家 其实是长期关心环境议题 然后他们也用他们的作品 然后呈现他们对这块土地 还有环境的一些态度 那制造意义是从MagSense 直接质疑过来的 那为什么会就是直接这样质疑 同时也是因为 远起的文本的发想 是跟台湾的制造业 还有石化业有关 当时也是希望能够呼应 现在在3C这个展览 Post-O-U-City 让整个三楼是在建构 在同一个议题上 做一个对话 那制造意义中间这个称号呢 就是反映现在人类当下 一个很快速倍数的复制 跟产制这个状况 同时我们也希望 就是它能够导向 比较正面的意义 就是让艺术家 借由作品 这些创作的呈现 去制造加成的意义 这件作品名称叫 《人量的风景》 那人量是 当然是有好有坏嘛 有正面有负面 那这件作品 主要是拍摄了河山场 内部跟外部 还有兰语的废料储存场 还有二十几年前 在亚洲算是最大的游乐场 叫雅各花园 那现在也都废弃了这样 还有台中的一个 废弃的别墅群 那最后的画面是 东京湾一个海上的一个 画面 这品当然就是 3月11号 2011年福岛 发生辐射线外设 那我太太是日本人 所以刚好 我太太那边的亲戚 在日本 刚好也是在东京 里福岛很近 所以制造了 还有我们家人的一些恐慌这样子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我开始思考以及开始研究 关于核电的这件事情 那后来我发现 我家离最近的核电长只有20公里 那总统府其实离最近的核电长 也只有30公里 换句话说 整个台湾都笼罩在一个 很不舒适的一个危险的一个范围内 这样子 那主要是用空拍的方式去俯瞰来回的穿梭 刚刚讲的那些地点 比如说核电厂它是一个象征政府的一种禁区嘛 但是当我的空拍的飞机自由的往返在这些禁区的上空的时候 它好像会造成某一种错觉 好像反转了这一种禁区的规训或权力的一个反转这样 主要都是没有人的一些画面 当然这也是某一些隐喻 以一种明日的荒漠 荒漠的某种明日这样 那坦白讲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科技快速的文明 它就像是一个怪兽一样嘛 它其实是不可复返的 它只能就是往前冲 我们几乎没有人可以抓住这个怪兽的前进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思考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如何去做对应 或者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棋居可以更具有私益 我们的棋居如何如何安适 我的作品其实分为三个进程 第一个是就是仪器的美丽 还有贝兰的庸俗跟奇观的荒谬 第一个阶段仪器的美丽 我把它的题目取叫忧伤的美丽古道 我根据一个生态现象 也就是我在新闻上看到的太平洋的垃圾涡流 这个新闻就是在我脑海里面印象深刻 所以之后我根据了这个生态现象 虚拟了一个无用物的神话故事 探讨那些就是关于仪器的美 所以我的底层基底都是用金箔下去制作的 我觉得那些漂流的无用物 我觉得很像气质的历史 然后第二个阶段 贝兰的庸俗 我把我的画取叫日常庸俗景观 然后所谓的日常庸俗 就是对我来说他们其实是我们到处都看得见 然后一点也不特别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太容易被忽略了 所以才显得可怕 我能用服饰会的意象去也是虚拟的神话故事 看到的一个个的华丽的小风景 里面也隐藏着很多人类走过的痕迹 是我对环境观察还有变迁所做的一个回应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动物火山 把很多的动物聚集在一起 它们很壮观 层层叠叠叠叠得很像一个火山 但是又觉得很荒谬的奇观意象 就是在这里面我提出了一个宿命论 就是很像宗教人的看法 也许这些就是由尸体堆砌的火山 它其实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有一种黑暗中的营养的感觉 它也许可能会再生起化异国之类的 然后关于人类在这个阶段的破坏 不管是遗弃还是背蓝或者是荒谬的 就是我的作品 始终用一个非常官能性的美感去诉说 就很像诗歌一样 就是赞叹这些腐败跟死亡还有荒谬 这个计划叫做邪文叶尔 那其实它是一整个系列作品之一 那其实一开始的第一个作品 是那个鱼缸的作品 那它叫做Pay as you go 然后它是一个鱼缸裡面 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 那你必须要投钱以后 生态系统才会运作 所以基本上你不投钱的话 生态系统就会毁灭 那第二个计划是叫子飞鱼 研制鱼之乐 那是用比如说像钓虾场的环境 所以我就觉得钓虾场很有趣 平常如果你要钓鱼的话 通常都会到室外 那我觉得在室内建一个钓虾场 然后你在里面可以钓到生物 你可以直接煮来吃 就有一个生跟死的循环 那这个计划是叫做血纹叶鹅 所以我透过跟生物学家合作的过程 请他们养殖500只的血纹叶鹅 就是毛毛虫 然后还有120株的橄榄菜 所以在这个温室里面 就是一个自我循环的循环系统 所以我在这里面住三天的时间当中 就是所有的我的尿衣会被收集 然后会经过灌溉系统灌溉所有的植物 然后昆虫就是一些温叶鹅 就生长在这些橄榄菜当中 所以他们就会吃橄榄菜 然后我再透过吃昆虫的过程 再重新获取养分 所以就是一个自我循环的过程 在温室里面住三天的过程当中 我同时还制作一系列绘画 那我是觉得说这三天的过程 如果只是纯粹影像的记录的话 就比较是客观现实上面的记录 但我觉得重要的是 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 你怎么有所谓艺术家的反射吧 就是那些绘画作品 就有点像是那三天时间的某种记录吧 我最近这几年主要在做的都是机械艺术 那时候会在思考到底什么叫做机械艺术 一切都会关于能量循环嘛 所以我比较有兴趣的是 你怎么样创造一个雕塑好 然后在雕塑里面有能量循环 然后也有神跟死的循环 我也是想要看她的 我就想要看她 我也是想要看她的 我也是想要看她 我也是想要看她的